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回到4月6日的星期容宗教授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回到國情的環節 國情來說 首先這個禮拜 台灣花蓮的大地震當然是很嚴重 很嚴重 到這幾天還一段有余震 余震也很嚴重 五點多六級 很嚴重 至少是死人來說 就不算很多 現在 早兩天的數據就是九個 我相信還有的 應該是在細虛裡找到的 有些失蹤 泰魯閣 行山那些 就比較難搞 不過幸好泰魯閣裡面的人就沒事 行山那些很難說 行山那些是難說 因為其實如果你尤其是 有山泥傾瀉的話 就很容易被困在裡面 不過這次又這麼說 有很多人都讚賞了台灣 那些基建 你看 這麼嚴重的地震 供電 互聯網的基建 是很快回復回沒有事 是 那你說 有些人就說 喂 豆腐渣 7點多級 大哥 豆腐渣 因為其實主要 在花蓮裡面 如果你說 其實你拍照 拍照來講 有些真的整個跪在地上 那你7點多級 即是哪裡都 當年民村都散了 記得 不過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這些報道 在這些問題上 就無謂抽水 你看到今天大公報 真的很討人真 大公報頭版全版 說那些花蓮災文化 要靠自己活下去 天災毀家園 人禍天混亂 這麼說 這些是挺無恥的 如果你說靠自己活下去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坦白說 如果你說相對來講 兩地民情 中國和台灣 兩個國家的民情 台灣來計的話 那些人是靠自己沒問題的 首先人家公民社會成熟 不用每次都要等 最高領導人下來 其實都不是做事 根本就是搞亂動 即是你在那裡指天篤地 在那裡拍照 你記得民村那時候 就算真的有領導下來 那些人都停了手 不做事 然後聽溫家寶說一句 多難興邦 就聽你在那裡訓話 但如果你說在台灣怎樣 台灣就是這樣說 現在賴清德 雖然他還沒就任做總統 但他已經親自下去了 蔡英文沒有下去 反而賴清德下去 他就叫大家應該做的事 手頭上分秒必真 快點做了 救人最重要 不需要你像習近平那樣 特地有什麼 寫求是雜誌 又說什麼 人民的幸福是最重要的 又說打江山 又要打江山 打天下打江山 就是打飛機而已 真的很好笑 習近平很喜歡說這些 很喜歡說到 打天下打江山 然後要守住人民的心 人民不幸福 人民就是江山 就是要打江山 就是要守江山 然後不是 有些網民說 人民就算江山 但是你又要打江山 就是打人民 永遠將人民的福祉記在心中 就是說這些 越說就越不會做 去到救災 有什麼事救災 肯定要等他指明方向 你就算在台灣也好 你說今次在花蓮 其實很多人引用的照片 就是天王星大樓 天王星大樓的公寓大廈 已經很多年了 十層的 1986年員工的 這棟大廈 接近四十年 本身都說是危樓 要拆的 一會兒 當然沒有辦法 但是 教授你說得沒錯 恢復得快 對 有些事 至少供電 供水 和互聯網 基本上保留暢通 相當之難得 你說現在花蓮大地震 在大陸的報道 又好像沒什麼 很高調 我反而又見到 香港的傳媒 沒有很多 香港傳媒 我也說 今天看到大公報 秋水的頭版 覺得很可恥 十分可恥 他除了一個標題 暗示人禍 暗示人禍 人禍 添混亂之外 哪裏有人禍 他幾段報道 都說到 好慘啊 剛剛買了樓 就買樓 還要給房貸 當國危機處理差 慶幸還活著 這些說話 這些擺明就收水 這是內洋論場 然後 特別強調 國台辦大月 提供協助 提供什麼協助 救災協助 是嗎 就只說了 說了 其實如果你說要抽水的話 你可以借著台灣來抽水 即是借著現在在台灣 在大陸的馬英九來抽水 馬英九就可恥 自己曾經做過總統這個國家 現在面對這個問題 他還在大陸哭 他有哭 但他不是哭台灣 他不是哭台灣 他是哭炎黃子孫 哭七十二烈士 哭七十二烈士 真的很有趣 其實應該是星期四 星期四的時間 他就去廣州 出席這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那個寧園 去完中山大學 去完中山大學 其實他始行 去年那次去大陸一洋 叫沉根 沉根之餘 就被各級的官員抽水 就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每一個官員見到他 都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而且其實由他第一站開始 就已經抽水了 你去華為 你說去很多什麼DJI 大疆 或者首先去深圳 那些高科技公司 就好像我也說 好像周庭一樣 去打卡 去打卡 然後自己去歌 去看看 唱好 要朝聖 唱好朝聖 這個叫做新質生產力的朝聖 現在中國在搞新質生產力 現在給你看看 誰搞新質生產力最威 就是華為 然後找比亞迪 比亞迪見副CEO的時候 就說 現在比亞迪的銷量很厲害 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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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超越了Tesla 然後 首先 這個很有造媚的意味 馬英九就說 這麼厲害 第二是誰 然後他就說 第二就是Tesla 對 可以領先多久 馬英九就說 可以領先多久 他說 領先三年 三年 然後隔離 那個中聯部部長的宋濤 這個人 以前就是中聯部部長 現在是國台辦的主任 他宋濤 他就說 什麼三年 我們有信心的 永遠他都超越不了 說完之後就笑了 這件事呢 就大致標題被人們報 首先 馬英九 就帶著一群年輕人 就很羨慕中國 現在有這麼先進的科技 其實說真的 你沒有台積電賣給你晶片 現在就算威也好 你是不是沒有台積電賣給你晶片 你也是 很多中國的四大發明 高鐵 連一顆螺絲帽都是靠日本 就是 程序都是靠德國 說什麼 就是 然後 就算是台灣地震 也是昨天陝西省的書記 主動為問他 才說起 他也有提過 地震的問題 他說什麼發表慰問 但是相對於 他說的那個 黃花江七十二列事 他就說到哭了 他說什麼 許地山 原來是某個列事的弟弟 許地山是台灣作家 這樣說 是啊 民進黨的立委 就看得很不順眼 民進黨的立委 叫許淑華 說他有沒有搞錯 現在全世界都在在慰問台灣的地震 有我們那些邦交國 巴拉圭 迷地馬拉 白樓 那些總統 不同的國家 那裡有十幾個 除此之外 日本首相 昂田文雄 菲律賓總統馬赫斯 印度總理穆迪 就算是歐盟理事會的主席 米歇爾 英國外相的卡米龍 和美國 以至達賴喇嘛 都表示關懷 那馬英九就短短一句 自以為民 然後就搞到民進黨 許淑華 有沒有搞錯 現在 每個人都在為民 台灣 你現在去到黃帝寧的時候 還說黃兩岸和兵 共贏共榮 共贏共榮 同胞一體 穩執協中 你什麼平衡世界 老實說 如果馬英九這次去 目的就是為這個 大陸的對台政策 敲邊鼓的話 老實說 他在台灣能夠產生的影響 就不是真的很明顯 甚至很負面 我留意這幾天 在台灣的媒體 就算那些紅色媒體 對於馬英九訪 訪問大陸的報道 都十分之低調和小心 為什麼 因為太醜了 太醜了 你就是一個前總統 在台灣面對這件事的時候 你還在想拆鞋 說完那些說話 完全沒有台灣本位 最厲害就是最厲害 去到黃花江 就說自己做了八年總統 就這麼多了 其他就什麼都沒有說 所以給人的印象很差 所以我看到很特別的 台灣那些紅色媒體 對於馬英九訪華這件事 基本上的報道都相當小心 就證明了 他在台灣 今次作為一個前總統 擺出這樣的姿態 相當之令人反感 所以有特異說 你夠膽就去到 見習近平的時候 跟他說質詢角表 不行 他有說九二共識 他第一天見宋濤的時候 就說九二共識 沒錯 坐牌坐牌的時候 就說九二共識 但原本說到九二共識的時候 宋濤就不給面子 立刻叫那些在場的記者 清場 就是怕他講下去 一講下去 九二共識 就是什麼一中國表 一中國照表 都不給你說 不給你說 就豈敢霸道 對嗎 就是等於現在 以前歷史的東西 一筆勾銷 講講些什麼 我現在淘空了之後 新講的東西就是現實 這個對一國兩制 講人治港的說法 就是一樣 過去幾年 蔡英文說 他不肯承認九二共識 但當馬英九講了九二共識 就不讓你說下去 因為現在 馬英九所講的九二共識 朋友在那個階段 已經不是中共想要那種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如果蔡英文跟他講 九二共識 其實九二共識 他早就講了 習近平 就是在2019年的時候 蔡英文 第二次連任 那次 習近平在2019年1月的時候 告台灣同胞書 的時候講 九二共識 哪有一中國表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是啊 根本是重新定義過 沒有九二共識 沒有中華民國 你說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你敢不敢說 你敢說不會讓你出街 他也不爭取說 這次連爭取的機會都沒有 連抽水的機會都沒有 你想跟中國表各自抽水嗎 他留在後路要見習近平 啊 OK 見習近平的時候才出絕招 你看看他會出什麼絕招 我覺得他沒有絕招會出的了 給你見到時候 你說什麼話都要審查過 馬英九就說 馬英九就說 必須相信習近平 兩岸的和平來說 必須相信習近平 他在1月的時候 總統選舉前幾天 在台灣接受訪問的時候 你不相信習近平就相信誰 我就這麼邏輯了 真的很好笑 那時候有些人說 你習近平是不是好像拜登所說的獨裁者 究竟如果拜登說習近平是獨裁者 那你相信拜登還是相信習近平 那最後結果 在1月那次講完之後 國民黨最後一次誓師大會都不讓他出席 所以就是 同情況和現在很相似 你當年說了那些說話 以為幫國民黨助選 國民黨最後一晚 就是選舉前一晚那個 913 913之前那晚那個 912那晚的 造勢大會 他出席不了 不讓他出席 你倒閉 現在去到台灣 去到大陸 一樣 看台灣的紅色媒體 對於馬英九這次訪問中國的報道 十分之少 即是都有一些政治智慧 十分之小心 都覺得現在馬英九這隻叫低級紅 好很低級 就是葉劉應該都看他不順眼 應該叫他有狗噴一下 低級紅不行 奴才都分別 低級紅做不到橋樑 即是做不到兩岸之橋樑 即是現在 習近平很深信 馬英九就是兩岸的橋樑 應該說馬英九很相信自己可以做兩岸的橋樑 是 習近平是否這樣想 我不知道 習近平一定是這樣想 因為其實他 所有官員 都和所不用其這樣抽稅 是 即是看到你的時候 沉根 我記得馬先生 你老爸以前在沉根 在山東那邊 是啊 濟祖 濟祖 然後兩岸同屬 中華民族 炎王子孫 炎王子孫 又拜王帝 龍的傳人 說到大家的共同根 去到這麼深遠 就是龍的傳人 炎王子孫 首先說炎王子孫 主要就是 而且拜王帝務 這些全部都有個心意 去年所謂祭祖 那姿泰就形祖歸宗 就是這樣 這次更加 臣服於大中華 你說對於習近平來說 可以和統當然是和統 和平統當然是和統 這些戲當然要做 你肯上來做 這個重任就交給馬英九身上 但是馬英九靠不靠得住 其實最後就是誠後 不是說你可以哄到他 說多少討好你的話 不關事 最後就是說成效 有什麼成效呢 有沒有人覺得 聽完馬英九之後 立刻做民調 我相信台灣一定會做 這個遲些 老實說 如果台灣當地的紅色媒體 都這麼小心 其實大家都民主浸脫 實際上太陽衰 而且作為一個前總統 幫你自己管治國家 面對這種情況 但是你做些什麼 所以其實在台灣島內 現在暫時 因為台灣被地震問題 熔罩 所以公開 隔馬英九也不多 大家當不當 它不存在算數 但你作為一個前總統 你這個姿態 用這種方式來乾淨 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除了馬英九或地震之外 這個禮拜 就是突如其來的 雜拜通電 通電話 這個雜拜通電 其實也可以說 幫拜登 拜登是著意去年 其實這兩年來 就是著意地 要克服這個間諜氣球之後 帶來的陰影 就一定要全方位 要恢復和中國的交流 高層對話 不要有政治誤判 不要有政治誤判 就是可以鬥而不破 就是回到以前鬥而不破 有一個防火牆 所謂的 防撞難 所以其實這個突如其來的通話 就沒有約定 以前那些大張旗鼓 沒有約定是假的 不過就之前沒有風聲出 沒有風聲出 我相信上一次有王毅 跟國務卿見面的時候 談好了 就是不知道成果是如何 所以談完再說 有成果 才向外公佈 沒有成果 最後有可能 你在媒體收風聲的時候 偶爾看到華爾街日報會會提一提 現在出來 其實大家都是說這四個東西 就是各自表述 你講的東西 我講的 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有提到香港問題 有啊 這個很簡單的交代 沒有關注內徵 但是一提到香港問題 一提到23條 反而我看到白宮的聲明 美方官員的交代 是沒有提過香港 主要就是中方這一邊 零一有報導 就是中方這一方面 就是新華社 這邊有主動提及 一提到香港的時候 你見到習近平 不要干預 就是首先說 首先 中美關係 你先扣口第一顆樓 第一顆樓 就是大哥 你不要認我是敵人 如果你說第一顆樓 扣不好的話 大家就不需要再說下去了 就是有一種教訓的意味 中方的報導當然是這樣 都是講到習近平處於強勢 強勢 然後力壓拜登的氣焰 一定是這個角度 每次都是這樣 所以報導出來 當然是 中國中美關係 不可以破 不要搞事 不要生事 不要干涉他的內政 一定是講習近平講這些 保持他氣勢 壓著你 大概是這樣 但是當然 美方強調的事情 你看華爾街日報 你報導整個消息之後 主要他的著重 著眼點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就說 關於烏克蘭的問題 美國之前一早的警告 千萬不要均援俄羅斯 均援俄羅斯的話 中美關係就很大問題 但是現在是怎樣呢 他就說 你雖然不是軍援俄羅斯 但是你有鬼鬼祟祟地 向他提供一些戰略元件 甚至有說 幫他重組軍力 幫他重組軍力 慢慢增強俄羅斯 在烏克蘭的軍事能力 增加了內戰力 這位匿名的官員 向華爾街日報就說 會對歐洲安全產生長期影響 當然 如果烏克蘭輸了 之後下來就是波蘭捷克 以致北約 當然現在北約也有北約的問題 正正是說 美國這一邊 國會不通過 對他的撥款 是啊 所以希望北約這一邊 其他成員國先頂著 北約可以增加撥款 北約那方面增加撥款 因為他們也擔心 如果一旦 當然很蠻 或者共和黨的路線 都不想長篇爛顧 不想再幫他 不如認輸他就算了 但西方世界 似乎共識 不可以讓華爾蘭輸 是啊 他輸了 整個西方的價值就會想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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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算你認輸 就算你不認輸 你說各地賠償 都不可以的 因為他到他自己 俄羅斯 他的經濟實力 緩回來之後 你怕他再吃過翻尋尾 誰知會不會搞瑞典 最多有北約 甚至全面吞併烏克蘭 是啊 會的 因為他覺得他自己賺了 是吧 所以這個前景 當然現在太太考慮了 就算真的去到這步 真的很漫長的過程 我相信 我現在看來 短期之內 中短期之內 歐洲是不會容許這件事 這樣發生的 這個就是拜登警告 這個習近平 千萬不要再幫下去 是吧 但是 究竟你實質可以怎樣做 你又阻止不了他 最多你就知道你現在做什麼 知道你在做什麼之後 你會不會做什麼呢 還是你在其他領域上 加緊報復中國 等於 昨天 前天 這個所謂的 亞洲沙皇 叫做副國務卿 Kirk Campbell 他就在華府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那裡說 明言他提到台灣 要跟英美澳三方面 結成夥伴關 AUKUS 主要暗示就是 AUKUS 用潛艇計劃 要開動 簡單說 要進一步武裝台灣 要武裝台灣 阻嚇中國親台 其實之前也有些官員 暗示過 承認過 其實金門已經有美軍在 已經承認過 去年已經說有軍事顧問 在台灣幫忙訓練 訓練他們的國軍 現在就聽不清楚 就說有美軍在 而事實上 美國跟印尼 跟澳洲 跟澳洲 在南海 跟印度 甚至做軍事演習 最近甚至是軍都拉下水 美非聯合條約 都已經出來說了 都很明顯 牽制中國的軍事 擴張的意圖 是很清楚的 其實你說 你所謂的地緣政治派 就是中國 美國 大國 比拼 地緣政治派 美國就很關心 烏克蘭問題 你合不合作 不合作的話 其實台灣一向都是 重點保護的領域 但是如果你不合作的話 我都不會在台灣上 給你面子 很簡單 我是不是都會做 但是他明言說的時候 說我要加強AUKUS 軍援台灣的話 你當然很沒面子 或者我加緊 加緊報防 就是你在烏克蘭 你不幫忙 那是的 現在拜登 可能做不到事 撥不到款 給軍援烏克蘭 但是他站在地方連理 是的 就是一直都 對中國設防的那些 防線 其實過去幾年 在拜登任期之下 大家看到 就越逢越密了 草短期之內 日本首相 或者南韓總理 又會訪問美國 三方會議 這個姿態也很清楚 再加上 跟菲律賓最近未來眼去 又說 復健蘇比克 美根基地 這些全部 針對誰 很清楚 這次通話 通話十幾分鐘 很短時間 主要都是各自表術 過幾分鐘 都是各自表術 大家說各自表術 不過他短期內 一定是幫耶倫 或者布林肯 訪華 抱戰 尤其是商業問題 就是地緣政治 軍事衝突 就說了烏克蘭和台灣 還有就是商業問題 經濟問題 經濟當然很不行 中國 也很想美國的資金 重複中國 但其實失敗了 就算麥朴斯 以前的中國大好友 都走出來說 你投資中國 你都不要直接投資中國 你不如投資台灣 好過 我建議你不要鬥中國 你買台灣的台積電 因為他沒有台灣的台積電 是不行的 你這樣迂迴地投資中國 好過 不是以前說 你投資中國 投資香港 現在都沒有這支歌仔唱 另一方面就是 那個貿易問題 貿易問題 因為現在習近平就說的 或者在中國來說 在最近的兩會 就不一定要加強要說 要搞新質新產力 新質新產力 新平舊走 沒什麼新的 主要就是說 你現在重點要搞一些 高科技領域的一些產品 就是所謂深山洋 那些 綠色產業 電動車 這些是中國的強項 有時候覺得這些事情 說來說去說 好像幾年前說 中國的四大法令一樣 新的四大法令一樣 現在的四大法令去哪裡 又不說了 中國呢 當然現在經濟有很多問題 但是這一範 中國的市場佔有率是很厲害 尤其是太陽能電板 這些多晶職 還有電子汽車 電能汽車 電能汽車很厲害 電能汽車厲害 但是現在的國家 你給了很多優惠政策 這些行業 現在像歐盟 美國都在研究 如何反壟斷 反壟斷 對電動車的問題 很快有事 很快有招數 這就是法廣 法廣就是前天 有一篇報道 現在歐洲 開始越來越警惕 所謂的中國工業海嘯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字 是歐美共同應對 共同現在要面對 中國工業海嘯 是法國的世界報說的 法國的世界報說 現在面對 我們有環保問題 氣候變化 海平面上升 很多國家都要調整 四面促題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減排 減排來說 我們的產業要轉型 要升級 能源上面 我們要多用一些綠色能源 這個就是中國造就了一個契機 它可以發展新三樣 這個就是太陽能電板 還有電動汽車 鋰電池 這些新三樣 因為你可以不顧環保成本 還有開採成本 然後舉國之力去發展 搶佔國際的市佔量 但是到頭來 最後就令到國際社會 會嚴重依賴中國 就是想這樣 尤其是電汽車 這個才大問題 因為歐洲的工業 就很依重汽車 現在歐洲也好 哪一國也是 已經把全面電汽車電池化的時間表 拖後了 原來就應對 就是現在 你現在在歐洲的產業 還沒追上去 還沒去到 你現在給中國 用低成本來傾銷 一方面要處理 來傾銷的問題 一方面要給自己 國內產業時間去兇興起 所以現在 策略確實已經在調整 不過 你沒有辦法 比亞迪現在真的很討厭 整個策略 他的車 如果純粹外型 你不要管原材料 晶片 怎麼來 外型 是抄人 因為他很明顯是抄Porsche 抄Porsche 很厲害 抄波子 其實你不止 比亞迪 我記得應該是小米電池 小米 小米 就是抄波子 比亞迪那些車都挺漂亮 我看過的 他有些抄Tesla 有些抄Tesla 有些抄Tesla 你Tesla只有一個大螢幕 只有兩個螢幕 很誇張 螢幕又比你多一個 螢幕也多了一個 你可以這樣做 舉國之力 雖然你叫民企 但給了很多優惠政策 最後 國家給特位政策 你最後也是共同富裕 你就是國家 國家就是國家的 但是 你是扭曲了整個國際市場的生態 你可以這樣做 可以國家補貼 然後傾銷國際的出口 搶佔市場 是市佔率 但是 你對於歐洲的工業來說 很大打擊 因為你搶了很多人的飯碗 所以現在歐盟美國 都在做一些事情 希望阻止這個趨勢 所以歐盟之前已經發起了 針對電動車的補貼問題 就是反經銷的問題 討論 現在的最新 就是歐盟 在4月3日 即是星期三的時候 歐盟已經宣佈了 將會對太陽能電板 這個補貼 不當的補貼 做一個破壞市場競爭的調查 如果以為著 可能會有貿易戰 會的 現在的姿態就很清楚 越來越是 美國就是美國的301調查 如果歐洲 以前 其實一直都很客氣 對中國 就是 一時時 我覺得 即是你不威脅到自己 在飯碗之後 其實最後也是飯碗主義 歐洲有些國家 確實從中國關係密切 所以很重要 但是 整體來說 歐盟也要看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 如果有些事情過不了 你也過不了 等於中歐 中歐投資協定 幾年一間已經沒有了 聲氣了 是啊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那 是不是你說 中美貿易戰 會變成 歐中美一起的貿易戰 以至是 脫歐斷鏈 變成一個 全球冷戰 可以放眼看下去 不過這種貿易戰 和這種對譯 會 可以說 歐洲議會長期化 長期化的趨勢 所以大家也沒有安寧的視覺 所以你說 中國 經常說自己的優勢 就在於舉國體制 集中精力 集中國力辦大事 這個就是習近平 其實是很羊毛毛澤東的地方 舉一國之力 所有人 就專注去做 一定會做大做好做強 但是你做大做好做強 同時 你是引起了 蜂蜂太露 蜂蜂太露 就引起人家的猜忌 而且要打擊你的話 可以不需要理會這麼多 支撤東西 集中針對整個國家 這個也是舉國體制的 脆弱之處 我覺得是 問題就是說 你可以說 為什麼我們不行 我們也是因為勤力 但是 你說 因為其實有些市場力量 不是國力可以辦得到 其實創意的 最近有個東歐國家 他連這個 中共局 有一個 中國公司 投資高鐵 他說他開票的成本 低於一般成本 45% 馬上退名 不給他投票 說明這個 不單止是 美國 歐盟的問題 為什麼他可以 低於45% 為什麼他可以便宜這麼多 放在那邊就是搶市場 不是 那個成本問題 因為其實人家有很多錢 放在開發上面 R&D那裡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那些是知識產權的東西 中國可以舉國體制 這樣去 逼很多工人去開工 開很多產品線 不斷做事 但是做事之前 那些知識產權是怎麼來的 搭順風車 那些圖子是怎麼來的 人家怎麼可以做設計 其實就是 這些東西 你說搭順風車 是不是吃回來的 你就看小米的電動車是怎麼 就知道 小米最新的電動車 賣很多 第一天就 整個車營 你說只是抄Porsche 你省了這些成本 但是人家 是自己去投資研發出來的 你就不需要去研發 這就是略奪 大家有眼看的 這就是強盜行為 又偷又搶 所以 就算歐洲 一直對中國這麼客氣 現在都忍夠了 不知道會不會發展成一個更大規模 由經濟冷戰 就去到全球冷戰 是不是大規模還要長遠看 但是這種對疫 長期化 就很明顯是一個 清楚看到的趨勢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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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